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国家要所有人员在家里面 还要罚钱 出去太多人要罚钱 其实美国宣布很多东西 关于每天都有专科医生来分享 今天我听了一个纽约 纽约一个肺科特别的医生 他大概这10天 纽约现在是美国最多人发生病毒的城市 也是可以说城市很老 然后污染很多 然后他们有地铁很旧的城市 所以其实讲起来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他们说城市很污染的地方 那些人的机会有这个病毒是很容易有 所以他们现在全部在拿数据 所以这个肺胀医生就分享说 他10天了 10天见了很多这个COVID-19 这个病毒的病人在他那个城所 他说这10天他有一个想法就是 如果普通的医生跟护士没有经验 因为这次这闹得很厉害 很多医院医疗人怎么样讲呢 咽血的咽不出来 也不知道那个人进来是感冒还是病毒感染 所以这个医生说 他说如果以他这10天看见的 这些医疗人员不懂得怎么样料理 这些人啊 这些病人啊 那个坏处太大了 他说是这样 他说普通肺病的人啊 肺缺氧啊 他们会用这个ventilator 那个氧气机啊 有机器 所以美国总统宣布几十万台已经生产了 已经送到哪个州哪个州哪个州 哪些医院全部这些医疗器材一定要够 可是如果这些医生不懂得用 不明白这个病毒是怎么样在人体里面发生了 那惨了 人会受害 所以告诉你 这个医生就这样讲 普通的肺 这个氧气不够 氧气不够是因为肺 这个肺 这个肺的怎么样讲呢 这好像你的手 你的肌肉 你的肌肉 这个手要靠这个肌肉 跟他来拉住 这个手会动的吗 可是这个肺也是一样 我们这个肺呢 这个 这两个肌肉 不活动了 那弱了 原来用这个氧气 这个氧气机器 大量运送氧气进去 就可以救活这个病人的了 否则这个病人就可以出院了 像肺炎啊 普通的肺病啊 可是他说这个病毒呢 它进入了人的肺 很可怕 因为这个肺是硬了 硬了 因为它 一开始进去呢 这个病毒 如果我们身体有个肢 我们身体有个肢体的肢体抗发炎的系统 我们身体本身有的 如果你的身体很壮 你的白血球很好 你血气循环 OK 所以告诉你 今天这个医生就讲 大部分死掉的病毒的人 都是因为心脏病有问题 心脏病 血气不好 血粘稠 OK 高血压 总之 包括这个心脏 这个系统的人 弱的呢 他们死在这个病毒很容易 所以他说70个percent 10个 得到这个病毒的人 7个都是男人 7个都是男人 OK 原来这个肺没氧气 马上完蛋了 所以他说呢 你看他看见这个 可怜的就是 这些病毒的病人 他的肺是硬的 他不是 他是不是软了 没有氧气那种 OK 他这种病毒的肺是硬的 也是没有氧气 为什么 因为他的肺变了纤维化 那等会我告诉你 那纤维化 就等于 血没有进去 这是身体一路 制造这个发炎的 抗炎的工具 没办法 当这个 纤维的到一个程度 缺氧吗 完蛋了 所以现在很多氧气机送到医院 这个医生警告 他说如果 他说如果这个肺已经是纤维化了 你拼命 蹦蹦蹦蹦 那个氧气进去 那个病毒的人 会死得很惨 就算他救活他 他的肺会受伤 因为太多氧气 因为太多氧气 这个机器 推太多氧气 进去个肺的时候 这个肺的细胞 会受伤 因为根本它是堵塞 它是缺氧 是真的 可是两种病人 那种 这个肺很软 血气循环 只是弱了 那种疗法可以 可是另外一种是很可怜 所以换一句话 医院那些医生讲 这些病毒的人 如果 太多氧气 外面的氧气 压力太大 他们的后遗症很可怜 所以真的告诉大家 我们要每天保健 每天保健 让我们的肺细胞强 OK 让氧气 每秒钟都 运需 进去 突然很暢通 血也暢通 还是真的 预防 下一个病毒是怎样 可能会更厉害 那 我讲了 这个新闻告诉大家 那今天晚上是怎么样 抗发炎 怎么样保护你的身体 不要一下子 这个发炎 太 太 太 收不下来 我二十几年前 看了 上了这个课 这个 博士 Dr. Udo 是加拿大营养博士 B4脂肪酸 我十年前 朋友介绍我 这包成品的时候 这个种子 营养 冷压的 我一看在后面 那三个字 Essential fatty acid B4脂肪酸 我已经一眼爱上他 我知道这个对我身体很重要 OK 我寻找了很久 所以呢 这个教授就讲 他这本书 我有买 OK 脂肪 疑病 脂肪会杀害你 OK 脂肪 我六几年 六十几年 196 大概1965年的时候 我在美国 认识一位 在中国上海农花医院 做主任的 医生 在上班室 我很喜欢跟这些 前辈学习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讲起一些东西 他就说 我在六几年 中国的食物是配粮的 配米 配盐巴 配糖 还有配酒 每个人有这么多点点而已 OK 他告诉我 因为他是主任 他可以分两份油 给病人 那个时候 我不懂 我说 医生 怎么样病人 还要吃那么多油 你要给他两份 他跟我讲 油 是医病的 那记住 六十年代 那些油 大部分都是冷压的 没有添加物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今年七十了 OK 你看 我小的时候 拿一个瓶 玻璃瓶去 那个米店老板 楼下 买油 他就把发生米放在那里 压这个油出来 我就拿回家 其实 这狼压的 告诉大家 今天没有了 所以 那个医生 跟我讲 伤油 叫伤油 今天你跟我在超市买的油 是提炼过 取得臭 所以永远不会臭 有异味 OK 他加了防腹肌 不会坏 OK 可是告诉你 那罐油不坏 我们吃了会变坏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你会发现 这几十年 我们消费者很可怜 我们不懂 还有一些营养师 很年轻的营养师 给那些食品公司 请来做广告 你们吃Omega 6太多了 发炎了 要吃鱼油了 要吃这个 要吃这个 我告诉你 还有这些食品 这些无胆固醇 叫人小糖小油 也是没有讲错 只是要加一个词 我们吃很多坏的Omega 6 这是的确对 吃太多坏的油 这一包是冷压的 伤的 种子 冷压压出来 整整的食物 我有个朋友 进医院伤孩子 第二胎 他吃了六包才进医院 两个小时把孩子 伤了出来 他把生再喝四包 他回家了 他不要留在医院太久 为什么太多病人了在医院 所以告诉大家 脂肪可以医病 脂肪可以杀害你 我常常跟人家 真的吃小一点坏油 可是如果有一些人 没有什么健康的常识 他会说 不要油 什么都不要油 那就更惨 你没吃到好油 你得要吃点坏油 所以真的告诉大家 油是一本很高 很复杂的学问 所以我们普通人真的不懂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从这本书抄出来 就是你看 Omega 6不足 冷压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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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ga 6不足 全世界的人 今天就是不足 好的 Omega 6 OK 没有 你没有看见过 有广告打的 没有广告 广告 都是Omega 3 鱼油 我不买来吃的 OK 但是大家 你看 容易受病毒感染 这是一大堆的皮肤毛病 脱发 这是一大堆的 你慢慢看 告诉大家 你看见吗 容易受病毒感染 我们美国刚刚有一个小孩子 一岁 一岁大 已经感染了病毒 哇 你说这么小的朋友 一岁都可以中 可以了 他妈妈怀孕了 这几个月都是吃坏油 那个孩子出来已经 全身都吃坏油的 OK 妈妈吃什么给孩子 他有一样吃的 告诉大家 足够的Omega 6 好的6 将可以改变以上情形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听了明白 我录了很多的健康讲座 你们看看 大概30分钟 来学习 OK 你看 真的是 你懂 你是缺好油 好的脂肪 那怎么样 每天可以保护自己 不要常常去发炎 这个是重点 现在 这个最重要的 不是等着他们打疫苗 打针 不要 他们美国有一些好的医生 讲了 这些疫苗针打得多 犹豫症 伤大脑 OK 所以 我告诉大家 怎么样帮助自己 不要发炎 OK 你看 这本书是台湾出版的 慢性发炎 才是十大死因 包括癌症 心脏病 糖尿病 很多种时代 都是因为发炎 OK 不是什么病毒 你看这次 这个病毒来的 也是因为你身体常常发炎 细胞纤维化 肝也是一样 因为你常常肝发炎 你伤肝 这个肝也会不迁来 变得纤维化的 这变得肝硬化 OK 现在是肺硬化 就那么简单 OK 所以其实 真的告诉大家 你看 诸发炎 磁材 看看啊 精致糖 砂糖 冰糖 果糖 这个果糖 不是水果那种 这种叫Fruit Toast 英文字叫Fruit Toast 很多保健产品 加这个 我们公司是用 干戒汁 OK 完全两回事 OK 果糖是不好的 伤肝的 它是日本人 发明的1960年 因为它浓缩 OK 它用小小的 很甜的东西 告诉大家 甜的东西对我们不好 不能够吃得太甜 发炎 OK 如果你常常 常常这里痛 这里痛 关节痛 都是 我第一句话叫它们 小吃糖 OK 面粉 制造的 蛋糕 饼干 哇 面包 哇 面食 你看见你说 不可能 我们每天都在吃 对 所以才告诉你 我们每天所做的事 所吃的东西 是预备我们 有发言的 大机会 OK 真的 特别炸的东西 炸的东西 Bacon 香腸 肉霜 我在台湾 看报纸 有写过 台湾现在大肠 还越来越多 还年轻 他们检查 做的调查 原来很多那些人 都吃肉松 台湾肉 是很出名的 我们都用来吃 稀饭了 高温处理 高油 很多油 很高温 把它炸 已经这个食物 已经不是原来的食物 不是原来的猪肉 好吃 只是会 你吃了太多 你没有东西 把你的血 凉凉它 血液 清清它 我告诉你 你发言 有道理 OK 那当然抽烟 喝酒 还有反思脂肪 粉糕 冰淇淋 哇 这些都好吃 我告诉你 咖啡 伴侣 哇 那是咖啡 三合一咖啡 真香 我告诉你 我已经二三十年 不吃那些东西了 因为我以前 常常膀胱发炎 常常要去找医生 吃抗生素 后来我决定 停掉它 不吃 那就没事 OK 高油炸的 油煎食物 告诉你 这些食物 我们每天还在吃 OK 只是希望大家明白 如果你的体质 常常 中医会讲一句话 甘火上升 火七大 我们就去 煮一些 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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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我们中国人就有 有这个保健概念 它 外国人没有的 所以告诉大家 这些东西如果有人真的每天吃大量的 新鲜的蔬菜不吃 新鲜在家里煮的菜 他们都在外面吃 我告诉大家 人身体的细胞有这个环境 已经 你这发言有三个 红、肿、痛细胞有三个基段 第一红里面血管红了你看不见的 当它发肿你才知道 所以这个病毒就是这样 它跑去从你的呼吸系统进去了 跟电子里的肺细胞它红 那第二就会发肿的了 为什么 你身体有一个自动的系统 把它把这些细菌包围住 你的白血球 你的免疫系统会把它吃掉的 会把细菌消灭的 OK 可是如果你太 你身体根本已经很多地方都出了闹钟 都红了 那这个发言会加倍 明白吗会加倍 所以真的这一次这个东西不是病毒可怕 是人这一代的人身体很糟糕 让我们吃这些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糖很糟糕 有书哦 OK 告诉大家 饮料太厉害 甜的饮料 所以 真的 年轻人中风心脏病越来越多 这些东西就是 你一顿把这些吃进去 你的血管红灵力就开始红肿 发炎 人的坏油会粘住 粘住在里面 粘到你的血管会堵塞呀 这个大血管 如果小血管 拜托了 小的血管 怎么像头发那么小的 小血管 头发那么小 你能够堵多少 当然 你说我的血管有十万公里 对 所以堵到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 才全堵 OK 堵到七十趴 你才会有一点 觉得麻 手麻脚麻 不舒服头晕 堵小小的没事的 我在美国真的告诉你 八岁孩子的心脏病现在 十岁孩子的中风 可怕有一些 baby出来的中风 有这些新闻 你没看到 那这一次的病毒呢 告诉大家 都是从 呼吸系统 OK 他们到喉咙 到了肺 OK 这个是淋巴 我告诉大家 淋巴 这个淋巴 OK 这个中间这个东西叫松线 它是淋巴中心 是白雪球 训练的中心 小孩子一岁到十二岁非常重要 这个中间 每天都在训练白雪球 为什么 所以 就是让身体 对这些病毒知道 这白雪球 你的白雪球 在淋巴那里出来 把它 一发肿 把病毒困着 你的白雪球会吃掉它 我们身体本身就是这样的 我们有自制的能量 可是 我们平平每天在吃坏油 我有一个讲座就是讲 好油进坏油出 你们大家要看那个 告诉大家 都是堵在淋巴 淋巴一堵了 白雪球 没路走 堵车吗 那条路堵车 你要歪过第二条街 才能够到 到那个地方 一样的 我们身体一样的 告诉大家 病毒都是从 这里最多 这个口 呼吸 壁子 OK 眼睛都可以 眼睛都有淋巴 你看吗 淋巴 这个图你看到绿绿的吗 绿绿就是淋巴 盒子 淋巴里面 这个 这个 警察局了 OK 警察局 有毒素来 你看 我们的脖子 最多 你去检验医生 医生肯定按这里 你看 本身我们有自制能力 这些淋巴会自己消毒的 告诉大家 所以 如果你是现在 医生就说 如果你有喉咙痛 口干 喝多点水 OK 喉咙痛 小心 用盐巴水 输出口 OK 所以呢 真的小心告诉大家 那我这个产品最棒 你如果真的 我孙子啊 有一天 喉咙痛 吃了五包 那天吃了五包 第二天没喉咙痛 就是那么简单的事 大家每个家庭 都把一两盒放在家 看门口 忽然间 回来 发冷 发热 喉咙不舒服 累 赶快吃几包 马上吞几包 好了 第二天没事 OK 所以告诉大家 这些淋巴 是保护我们 只是我们吃坏油 吃得太厉害了 甜的东西都变坏油 你没运动 你没有消耗那些糖分 它就变坏油 堵塞你的淋巴 都是淋巴中毒 所以为什么那人 到美容店去 什么淋巴白毒 其实告诉你 他用手能够做得多小 这些都躲在里面的 OK 躲在里面的 告诉大家 这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淋巴洗得干干 不是洗得 不能够洗得干干净净 只是平衡一下 OK 所以我叫这个产品 叫体内清洁液 OK 那 你看这些坏油 躲在头里面 的淋巴 你会常常头痛 常常头痛 真的告诉大家 你没办法 把它洗掉出来 那就会很可怜 OK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们 我喜欢用图片 你们看见了 这支血 可以走过去 你把那些洗干净之后 它会走过去 OK 然后呢 大脑呢 你看的肺 细菌跑到肺 可以跑大脑 可以到心脏 可以到胃 可以到这里 所以我 太多人了 我吃东西 这个胃脏脏 消化不了 胃酸 告诉大家 都全部连结的 里面堵塞了 堵塞了 我告诉你 这些小血管 像头发那么小 堵了你都不知道 我刚才讲给你听 我们身体有个自律神经系统 你的大脑感受到或是看见有一些现在大家都恐慌 如果有人打个喷嚏 你赶快走 我们美国现在要六车 一定要六车离开 我们去超市买东西 你不能够站着人的背后 你要六车 后面 OK 你看 我们大家那么紧张 告诉你 我们的神经线 随时 这个神经线 包着血管 随时拉紧 我告诉大家 拉紧 拉紧紧的 那就惨了 OK 所以 It's OK Carry on 你看 你看那家 可能会到 自中风的细菌 OK 真的告诉你 变成 自命的细菌 OK 所以真的告诉大家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要小心 四菌躲在哪里 最喜欢堵在那些 坏油 黏住我们血管的 所以你有三高 你有高血压 你有心脏病的 每天再吃心脏病药 这个病毒对你很危险 为什么 你看 出了问题 你只有一点点地方 给红水球跑过去 OK 所以 这个肺 这些血管可能是在肺里面 明白吗 所以真的告诉你 血忽然间也停了 氧气肯定的没了 OK 所以这些细菌堵在你里面 可以把你啊 你看 滋生了很多 很多不应该出现的细菌 这个是日本人研究出来的 OK 我就在看电视学习的时候 我把它拍下来 它会造成你大量出血 OK 它可以把你血管 血臂 吃掉 OK 你受压力的时候 你看 你受了压力的时候 你看这些病人 所以告诉你 我自己想方法啊 我自己 总之 没什么大事 你不要跑到那里医院 见什么人 告诉你 到了那里呢 你越来越紧张了 那些细菌越来越厉害 OK 那这个呢 我真的告诉大家 这些小血管像头发一样 是我们身体 74个percent的血管 我圈了给你看 这是这个绿绿的 OK 74 这些大血管啊 OK 这些 这些大血管啊 大血管 只是 数以26 你看 这些那么小的血管 头发那么小的血管 堵了真的你没感觉的 你真的没有感觉 如果这些小血管 都是在你肺里面 我告诉大家 你真的如果 运气不好啊 你吸了一些病毒在里面 就这么完蛋了 没办法 因为里面堵了 这个氧气怎么样 碰进去 它已经干掉纤维化了 所以 74个percent 堵了你都没感觉 因为你的大血管 还在活动 OK 所以我爱上这个 这个黑种子 营养 朗鸭的 十年前 我知道很有效 它带进氧气 它让你的氧气 在血里面 循环 就是 这些都是在 书本 抄出来给你看的 OK 这个 B-10脂肪酸 就是这包产品 朗鸭的 因为 只有朗鸭才有这个功效 你看 它就是氧气的 集体 如果你没有吃到好的油 你每天吃的 我真的告诉大家 我们每天都在吃坏的油 OK 当然 在超市卖是好的 他说是好的 他就从营养 营养 营养 方面讲 它是坏的油 25年前 那个教授 他都误了 把所有的超市的菜油 全部丢到垃圾桶 桌子 剩下牛油 跟冷压的橄榄油 这是25年前 我也是普通消费者 我没办法 我在25年还在外面吃坏油 所以10年前 我一看了这个产品 我爱上它 我爱上它 我只只告诉自己 我需要 我全家需要 我认识的朋友都需要 我要救救他们 当然 有人相信 有人不相信 可是我告诉你 我们都是 科学的 以科学的材料来分享的 你可以上网去看 今天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产品 为什么这么棒 里面一个成分 叫黑小茴香 几千年历史 OK 这个种子呢 它在 这个 中东跟美国 总共有超过1000个 科研报告 这个科学 报告出来的 可是我们亚洲的人 很少听见 OK 在美国研究出来 特别它里面 有个材料 一个一种磁发素 这个材料 OK 在这个种子你看看 那家人 前校的抗发炎 那我们讲什么 我们就要抗发炎了 和 和 这个 呼吸系统的 运作保护 我告诉你 这几个月 其实这一年 我都讲这个的 抗发炎 和 呼吸系统的 运作保护 没想到 今天全世界 闹这个病毒 我们这个种子 在这包里面 就是我们 宝贝的食品 OK 你真的感觉 真的不舒服 OK 有咳嗽 OK 有不舒服 你不是吃一包 拜托 你两包两包吃 两包两包吃 或是三包 大量把这个 氧气 这个冷压的好油 送进去 你会感觉 你会感觉不同 这是科研来的 OK 在别的产品 没有 我在健康事业 做了三十年 三十 告诉大家 十年前我看见这个产品 我马上去把它所有的 科研都拿出来看 告诉大家 前校的抗发炎 和呼吸系统的运作保护 你告诉你所有的朋友 你的邻居 家家户户 都放一盒在家 两盒一在家 安 叫平安 OK 抗发炎 今天就是大家要寻找的东西 以前我只知道是药 Aspirin 西药 OK 可是你知道吗 有一位教授在美国东部 University of Maryland 那个大学 他研究这个 二十几年前 OK 他说这个黑小为一张种子 他比Aspirin 抗发炎 两百八十一倍 这个教授叫Dr.Lucy Yu 是华人 我们公司有跟他签合同 我告诉大家 我们有科研 还有一个新产品 这个新产品 差不多一样 可是这个字不同 这叫红 它是用红树莓 OK 原料黑种子油做的 所以它是抗发炎 79.9 几乎almost 80 OK 这个呢 是33亿包 那这个应该快到台湾了 新加坡应该也快到了货 我们香港应该有货 对 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呢 我们有认证到这个产品 你看 医治炎症 一包33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 紧急时候 我一月去匈牙利开会 一下子去很冷 我发冷 我赶快吃两包才睡觉 起来没事 OK 就是这样 那这个医生呢 这些照片都是我照的 我参加欧洲大会 他是一位运动医生 他每次都请一些新朋友上台来验血 OK 你看这些就是血粘稠 这些血粘稠的血液告诉大家 就是会感染病毒的人 这些血粘稠就是缺氧气 粘住一起的 严重的医生会给他吃药的药 要不然那个活不了的 这种粘稠的血 就是糖尿病心脏病 OK 痛症的人 那血液 血红血粘稠就圆圆的吗 念住 OK 你看 他每次都给那个 那个新朋友两包吃 两包 25分钟之后 他请那个人再上去验血 哇 我看见 那是2015年的时候 我一看见 哇 马上有氧气 25分钟 两包 所以真的告诉大家 今天全世界在找我们的产品 找一个产品能够抗发炎 OK 抗发炎 带氧气 告诉大家 记住 我们的血管有限度的 预防 总比等到出事才来吃 明白吗 每天像洗澡一样 洗头发一样 你看 每天我们懂得 哇 油油都要洗的头发 漂亮亮亮 又用肥皂 要用清洁精 OK 可是 我们吃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清洁里面的细胞 大家都知道水洗不干净的 水洗不干净的 要不然你不需要买清洁了 清洁是石油做的 肥皂都是化学东西做的 现在 告诉大家 这一包 就是 帮我们清洁里面 血管里面的 坏油堵塞 你不要让它堵塞 它会把氧气好好的带进去 让我们 什么病毒都不怕 为什么 我身体本身有这个系统 自己来抗发炎 抗病毒的 我的白血球在淋巴可以 可以活动 我血液 有氧气 告诉大家 这个产品太棒了 我十年了 所以真的谢谢大家 OK 今天就讲那么多了 大家就怎么样保健 抗病毒 加强身体的免疫力 好了 谢谢大家 下星期再见 中模序 予大家 变号 两侧 对 os